再来看加拿大 为了在华人青少年中 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从2013年起 开创了一个品牌项目 中国熊猫杯 华裔学生中文系列大赛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今年的熊猫杯 就以国与祖国为主题 让当地华裔学生们 进行演讲比赛 我学中文 我是从三岁开始学的 非常感谢这些老师对我的帮助 以及我父母对我的支持 这位演讲者名叫田田 今年14岁 来自一个中外结合的家庭 虽然爸爸是加拿大人 自己也长着一副羊面孔 可是他的中文演讲 超过了许多中国父母的孩子 获得了一等奖 他说这一切要归功于 经常参加各种中文为主的比赛活动 他在去年就参加了熊猫杯的比赛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韩涛说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一把钥匙 历届中国熊猫杯赛事活动 体现出华裔中小学生选手的参与热情是越来越高 水平是不断提升 反映出海外花椒华人 对祖籍国关注度的不断提高 对祖籍国关注度的不断提高